3月18日晚上,全国观众熟悉的老艺术家蔡明,在北京录制某综艺节目的现场身体突发不适,被台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。 只见蔡明躺在单架上,被多名工作人员抬上救护车。 她的脸上戴着黑色口罩,状态看上去十分虚弱。 据该媒体透露称,她双眼紧闭,面色看上去很痛苦。 据拍摄者称,当晚,医院已经有好几个大夫过来查看,但并未透露蔡明的具体病况及病因。 网友们看到蔡明病倒的消息,纷纷为她祈祷,帮她祝福。 同时,也有网友劝说她,这个年纪了,还是要少参加综艺,多加休息。